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像球迷和球员都表示了道歉 以下为原文截图 冲突事件汤普森中国型冲突事件完整版 前CBA球星这废人动作你怎么看 对此克莱也在昨天回应了冲突事件 汤普森 大家在球场上表现的都非常有竞争性 打球时情绪激动 这在接球场上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大事 让我们往前看吧 一起期待周六的决赛 No.1詹姆斯是否加盟湖人将不会取决于 后者是否交易得到伦纳德 根据克利夫兰老师人报 记者Jada的报道 勒布朗詹姆斯身边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詹姆斯没有给凯文杜兰特发过短信 詹姆斯是否加盟湖人的决定也将不会取决于 后者是否交易得到科怀伦纳德 No.2美季 KD 追梦已经在招募克六库里 亦希望克六加盟 根据勇士记者Marcus Thompson的消息 勇士球星杜兰特和德雷蒙德格林都已经在为勇士招募加马尔克劳福德 另外Marcus还透露斯蒂芬库里 以及一些助教们 也希望克劳福德能够加入勇士 根据此前的消息 克劳福德已经跳出合同 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No.3美季 卡巴伊 已联系詹姆斯表达了一起打球的强烈意愿 根据Yahoo记者Golden Shoes的报道 有消息员透露 卡巴伊莱纳德已经接触了勒布朗詹姆斯 该消息原称 卡巴伊告诉詹姆斯 他有强烈的意愿 和他一起打球 二人已经探讨了卡巴伊的防守 能够帮助减轻詹姆斯的压力 No.4 Shams胡人裁掉后卫泰勒恩尼斯 雅谷体育记者Shams的奥尼尔报道 洛杉矶胡人队已经裁掉了后卫泰勒恩尼斯 随后胡人官方也宣布了这一消息 恩尼斯在2014年首轮第18顺位被太阳选中 曾先后效力于太阳 雄鹿 火箭和胡人 2017年夏天 恩尼斯与胡人签下了一份两年合同 其中2018-19赛季150万美元的薪水为全额无保障 若不被裁掉 他下赛季的合同将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5日后 自动转为全额保障 胡人球员约什哈特随即发推 今天晚上将会很疯狂 No.5 近3月球衣销量榜 库里第一德罗赞首进前15美媒 近日公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4月至6月的球衣销量榜 其中库里高居首位詹姆斯锦随其后 而德罗赞首进前15名 今天的新闻报道就到此几